Hello,大家好,我是Dr.欣音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为什么小孩子不应该提早拔牙 很多爸爸妈妈都以为 反正牙齿坏了就拔掉咯 因为这个都是乳牙来的嘛 还有横牙到时会长出来代替的嘛 但是这一次万万不可的哦 因为这会带来很多的坏处哦 第一呢,就是后期牙齿不整齐 如果你不想你的孩子 后期需要绑牙的话 这样你就不要提早让他拔牙咯 很多时候小孩子在四五岁的时候 这一颗卤牙就已经有蛀牙了 然后牙医就会建议需要用补牙 还是抽根的方法 但是很多爸爸妈妈不能接受 他们就觉得拔掉它就好了 因为它会直接就会有生新的牙子 这是错误的观念哦 因为这一颗牙子卤牙下面哦 它的横牙如果是要代替这个位置的话 它其实是要到十岁十一岁 它才会长出来的哦 想想看 它的旁边这个邻居 六岁的时候这个横牙已经出来了 而这一颗它要等到十岁十一岁才会出来 这空档期难道这个六岁就出来的横牙 不会占有这个位置吗 它一定会慢慢慢慢的移过去 害到到十岁十一岁的时候 这个牙齿牙出来的时候就出不来了 到最后的话就会形成了牙齿不整齐咯 或者是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就是需要做手术 因为牙齿完全生不出来 变成我们就要进行手术把这牙齿整个拔掉啦 第二个呢就是对牙医很有恐惧感咯 因为你小小就叫它去给牙医拔牙 这样它是已经有一个很不好的经历了 难道它还会喜欢牙医吗 不可能的对不对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硬着头皮 一定要小孩子直接的在这样小的年龄上面 就要直接拔牙哦 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把拔牙当成前提 小孩子如果已经是怕了 然后呢你还希望它可以继续的给你补牙洗牙吗 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它第一次的经验就是拔牙 拔了牙过后你在带牙回来的时候 它不可能再配合你跟牙医合作 好好的坐在椅子上 因为它以为每一次进来一定是拔牙了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把拔牙当成前提 也不要把拔牙当成第一个visit要做的东西 第四个呢就是如果你提早让小孩子拔牙的话 这样小孩子变成咬东西的方面就会被影响啦 就是说会影响它的咬绝 咬绝方面呢就是其实是需要每一个牙齿都有在 这样它才容易的吃东西 同时间它容易的咬绝 意思是说它可以好好的成长 它的牙弓啦 如果它的咬绝不好 它的牙弓成长也会成问题 所以到头来也是会变成牙齿不整齐咯 总结来算呢 这四个原因就已经提醒了爸爸妈妈 千万不要逼孩子提早的拔牙 除非它已经摇了 或者是牙医跟你说是到时间要拔牙的时候 你才让它拔哦 好啦就这样子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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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